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家的小鸡 牧羊犬 我们买了 电子围栏 把小鸡都圈到里面了 这个电子围栏呢 是用太阳能 来充电的 这个就是太阳能板 用来充电的 里面装的是电池 然后呢 这个充电以后呢 这个它就会 产生这个 这个电压 有电流通过 这样小鸡啊或者是什么碰到它 就会被电到 刚开始小鸡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那他知道这个东西不能碰 这个这个贩子 圈这个electric 贩子的目的呢就是要把小鸡 劝到饭子里边 不让它随便乱跑 另外一个呢就是 对它也是个保护 因为有其他的野生动物来的话 也会被这个电 电到它也就进不来了 这样就不会伤害它们 我们家的口也在里边 它们和小鸡非常的友好 这个口 我给它们喂一点西瓜皮 小鸡 小鸡什么都吃的 它们蔬菜呀肉啊 我们家几乎就是 没有什么 扔的食物的 西瓜皮它最后就给吃的很干净 也不需要给它们切 它们自己就在里面吃 看到吗 这个电子围栏 我们 是这一片 全部把它们切过来 是蛮大的一个面积 大家看一下 这是从 后院这边 一直到 前院那 那一面木头 还有很大的一个 那边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这有足够的草地 让它们在里面跑 我现在给鸡每天只喂 早上喂一次食 因为那个鸡丝料里面 还有钙呀 还有其他的一些各种 最基本它们 这个身体的需要 然后其他的呢 它们就是全部在 草地上 吃草啊 吃虫啊 每天晚上 我收它们 在进笼子的时候 那它们喂 总是吃的满满的 而且它们下蛋下的也很好 很大 另外一个那个蛋黄呢 你要注意观 仔细观察的话 那个蛋黄的颜色 和在商店里买的 蛋黄的颜色是不同的 它们是 橘黄色的 而商店买的 就是比较浅 很浅很浅的 那个白色的 很浅很浅的黄色的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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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我们下次见 愿上帝赐福你